因為我今年就83歲 我也是獨居老人 呼籲各位 一組不嫌少 十組不嫌多 我也是泡妝演藝 我今天任五組 一次下手就買五組年菜 今晚雙料營後陳書方 擔任愛行大事 要把限量2000份年菜 送暖給東部2700多名的獨居長者 每一次各位有兩天 在全省偏鄉做公益 我們就是一部的九輪巴 跟一部的交車 這個交車幹嘛 只有坐一個人 後面帶了很多很多的貢品 全台走透透造訪了66間偏鄉學校 國民阿嬤請李青尾做公益 甚至還推出了 只送不賣的紙紙桌粒 長達18年之久 那些都是我 經常有時候思考的時候 或者是看雜誌 看電影所得到的一種心靈的感應 我就會把它寫下來 到每一年做桌粒的時候 我就看這一張的桌粒 跟哪一句話有關念 我就寫上去了 而陳書方最近可是忙著穿戰袍 要回娘家 因為他去年 一鍋片孤位和親愛的房客 奪下金馬影后和女配角雙獎 今年將轉換身份以頒獎人登場 只有那天去看那個美國女孩 那個女孩很棒 媽媽也很好 可是我不曉得是哪一位贏得最好的 我不知道 緊張什麼 那你有沒有做什麼準備 沒有做準備啊 就是人去就好了 老生在在金馬頒獎也沒在緊張 炮磚引玉希望發揮影響力 更多人一起分愛 TVBS新聞黃光美洲配語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